结果是不是会照我们所规划的方向一定是这样 我跟各位报告 科治长上次在这边非常清楚的说明 钻探这个东西是一个科学的部分 刚才技师也说过 就是数据 我们都是回归到量化的数据 还没开始之前 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去据判断说 这边的地质到底是如何 虽然之前已经有一些推测的资料 我要先说明一下 地质这门科学 基本上透过钻探 当然有刚才施耀姐讲的 它有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百分之百的精准 我想这个都以目前为止我所理解 即便中央地质调查或中研院的地质的相关学者专家 他可能也没办法在这边百分之百跟各位打包票 我钻二十个孔 甚至五十个孔 一百个孔 有没有办法绝对百分之百 以我有限的地质的理解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求忠实的记录 那也会按照科事长指示 我是忠实的记录 跟他按照规范的分析之后 可以或不可以就是很明确的 我想没有说刚才小姐所疑虑的说 是否一定要经过所谓师傅核定 所谓核定就是OK才会到地方说明 不行我们也是就是按照 其实跟各位说明如果说能够因为地质的关系而中止这个专案坦白说对我来讲也是减轻一个很大的负担 这个不列入会议记录 我说实在是这样 各位很难理解为了这个专案 我们办公室的同仁是怎么样在进行我们的工作 好吗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回归到专业了 这个部分的话 我还是重复 如果各位对于我们的转探过程有疑虑 没问题 各位欢迎提供给我们各位可以信任的地质专家或学者 当然前提是他也愿意来协助 不过我必须要讲 市政府以有限的经费很抱歉 我没办法再提供多的经费 他可能比较可能在咨询或是医务方面 这个我们可以来做 包含各位刚才提醒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甚至中研院 没关系 各位如果您可以认为公平的第三方 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提是要信任我们得标厂商 按照我们规范 我会要求他做完整的记录 包括摄影这个部分 好吧 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过程 我相信各位还是要站在一个大家最起码的一个互信基础 如果你不相信 那可以各位 您可以在那边 我不反对各位 您就是尽可能的触控 各位就住在旁边 大家要接力或是怎样 我都没意见 但是不要干扰到他们工作 我们可以进到工地吗 蛤 有办法进到工地 还是在围里外 他 基本上围里围起来的地方 有他一定的 私作跟安全性的保留 戴了安全帽可以进去吗 呃 我会建议同学 你在旁边可以观察 如果 你可以协助市政府来做这样的监督的话 我们也欢迎 但是请在公区的旁边 这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 也不要妨碍到他们的施工 好吗 那 呃 这位就戴同学 你如果说有需要发言 那就 呃 好 里长 不好意思 蔡里长 我这边 呃 还有另外 两位里长 有没有要发言 不好意思 戴同学 这个 你稍候一下 好 因为里长先来 不好意思 里长有没有要 给我们指教的部分 好 这样子是不是 我 我 我可不可以补充再问一下 就是说 因为其实有很多那个地址 哦 他可能会说 我透过什么 补强方式 那 就可以增加他的强度 怎么样 那我们也很怕说 即便到时候 检测出来是怎么样 maybe他是有 刚才虽然有说 没有蘑菇地带 可是其实 就 我所听过的一些 其实他就会说 啊 那你就给他 灌浆 啊 你就给他怎么样 那那个 比较怎么样子的 他就可以强化 他的强度到多少 那 所以 我们很怕这件事情发生 因为 通常工程就会说 人定圣天 可是 说实在 现在就住在那边的人 就很怕这种 人定圣天的概念 所以 最害怕的 我刚刚说 会有一个模糊地带 指的就是 那 会不会到时候 其实进入到 这样子的一个 其实他是可 被强化的 一个 地址 然后 结果 最后 就等于是 这个其实就会有 被解读的空间 他到底可以被强化到多少 可以容忍多少的震度 跟强度 那 这个才是真正害怕的国土空间 一般来讲做地质撰探 到最后他做地质分析 他确实会提出说 这样的地质 要怎么样做改善 才有办法达到开发 我想 这是您刚才的问题 那一般来讲 是应该是说 第一个 他经过分析之后 可不可以改善 改善要画出多少的代价 或是他的风险有多高 你投入的这些 但一般来讲 我所理解的是 地质撰探 可能他没办法 你没办法提出一个 当然 技术可以补充啦 就是说 你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分析 有办法到说 精准到说 透过什么样的改善 然后 投入多少工程经费 做什么样的改善 之后 可以让这个基地 达到一般基地的一个 或是 达到更高强度的一个开发的基础 这个麻烦你支持说 其实台湾真的就是地质撰探 不是那么好 所以其实就是很多地方 我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包括一些我们 接的一些那个 小的地质撰探 我们要盖一个房子 单纯的一个房子 三层楼好了 我们都面临到说 那个 它的地质状况不好 那我们怎么去改善 那第一个就是 刚才那个 这位小姐讲的 就是说 我们就是用地质改良的方法 我们所谓地质改良的方法 就是把 砖孔之后灌漿 灌漿 然后把地盘改良之后 让它达到某一个强度 然后就让它 让房子承载在上面 这是正确 目前的一个施工方式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是浅层的话很弱 然后深层很强的话 那我们就让它承载力 往下放在承载层 我们所谓的承载层 所以我们会用机桩 机桩把它 把那个 上面结构屋的力量 让它撕在那个 比较好的研盘上面 这目前解决 那个就是说 地质状况比较差的一个情况 那 要怎么检视 这个都有检视的方法 就是说 比如说灌漿之后 灌漿之后 我们可以再去钻一次看看 看它的强度达到多少 这个是一个方法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不晓得会回应到你的问题 那你说有模糊空 其实很多法规都允许是这样施作的 那你说这样就不能施作吗 这个 我不敢说 因为这个法规是允许这样施作的 而且目前很多也都是这样施作的 那 回归到这个整个案子 我们的角色也是钻探 钻探出来之后 那个 设计跟设计的规划的部分 应该是由下一个规划团队来去做 我们只是忠实地提出 我们的专探的一个结果 给他们去做分析 大概是这样 那是不是我先让带同学这边 先 发表一下意见 不好意思里长 我们待会再马上 上面里长 来带同学 谢谢 谢谢 谢谢